我让明书停船,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白米和油,纷纷就倒入了海里,只见白米不沉,油浮不起,的正是海底阴虚之象。 如果海水下有阴火龙灯,那就在此处。 我又测了一下海水的深浅,船行处不足七十米,我当即沉下挂了浮标的千锤定了位。 接下来,众人立刻在甲板上开了个捧头会,讨论了一下行动的方案。 这片海域,那几乎就是珊瑚螺旋的核心了,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一切顺利。 但是,这里的情况一切不明,能不能找到沉船,那还是未知数。 从现在开始,不得不加上十二分的小心,做到步步为营。 为了避免在这是非之地停留太久,干脆趁着现在风浪不大,立刻就展开行动。 先下水进行侦查,寻找沉船和南珠的位置,掌握了海底的地形之后,在婴地制宜,部署阵。 船上的潜水中只有两口,各能容纳一人。 最后,便决定由我和船老大阮侦儿两个人下水侦查。 由于阮侦儿做过淡民,亲自下水采过淡,对此道颇为熟悉,故,让他下水作为我的搭档。 安排已毙,胖子带领古猜等人忙碌着准备潜水中,检查装备是否可靠。 下水拳,雪梨阳嘱咐我说,咱们虽然是进了珊瑚螺旋,但是我总觉得事情进行得太顺利了,反倒是让我不能放心。 听陈教授说,唯一珊瑚螺旋中的海眼,那是天地间的归虚,天下所有的江和湖海的水呀,最终那都要归如海眼中的虚无的,那水流是永无休止的,归虚却始终也不满。 这件事情在各种古书和文献中反复的出现,就连跑船的人也大多知道有这么一个海眼。 看一看,这四周一望千里,这海内上,又哪有什么巨大的海眼和漩涡呢? 当然,归虚毕竟只是船船,但愿是我多虑了,不过你下水之后仍然要倒下小心,不要莽撞。 我点头答应了,反正这潜水中它坚固无比,要是海底有什么不测,至少也能保证侦察人员全身而退。 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急一潜水观看那海底的情况,跟雪丽扬交代了几句,便匆匆地钻进了胖子等人准备好的潜水中。 铜灶的潜水中完全密闭,下潜的深度为五十五米,四周设有观察窗,并且装备了水下装用的强光照明设备。 波赛东之弦,里面配备有被称为潜水电话的通话管,可与甲板上的指挥员进行联络。 虽然有换气管连接船上的气泵,但是我们还是在铜舱内携带了氧气瓶,以防不测。 我在舱内准备好之后,在甲板上的人们打了个手势,潜水中被开始慢慢地下沉。 在海面上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身处铜钟之内沉浸海底之后,立刻就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感。 一股与世隔绝的恐惧就从心底里伸出来了。 我尽量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宽插窗之外,我试图分散这种难以驱除的不安和焦虑。 虽然下沉的深度仅为五十米,但这个过程却显得格外的漫长。 我一边看着窗外的海水,一边暗中数着铜舱内排气阀中带有间隔的排出气体的湿。 当数到第十五个树的时候,潜水中终于就被放到了尽头。 在多云的白昼环境中,海底能见度属于中下程度,但二十米以下就越来越黑了。 海水中的杂质颗粒增加,能见度直线下降。 铜舱内外都有照明设备,我先找到了船老大阮和所在的那口潜水中, 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表示我这里一切正常,软和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 随后,我们利用波赛东之弦照明,开始对水下地形进行了挣扎, 再通过潜水电话把所有的情况反汇回去。 这片传说有幽灵出没的神秘的水域,慢慢地在灯光下,就露出了它的真实的面部。 海底数十米深的地方,那全都是密集的海底森林,周围山脉环绕, 起伏的山形之间有一道深剑般的海沟, 里面的海水不时地冒出一股又一股的怪异的漩涡, 用探照灯照过去,也看不见底,其深处似乎有黑雾在探手探尾, 但是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海中的鱼群都不敢靠近。 在深剑边缘的珊瑚丛中,有许多的铁树, 其中一株几十米高的水下铁树极为异常, 通体都是半透明状,如同戴冒, 带冒也叫独帽, 非有竹甲一十三片,重叠如覆盖瓦片, 但黑而微黄又黑斑, 它的外甲经过加工可以属软, 制造各种名贵的装饰品。 那海底的大树呢, 颜色和形状都非常像叠瓦状的带冒, 树上呢,附满了老罗和巨棒, 最小的也大如墨盘, 棒壳微微开河之际, 似有月光在闪动, 引得海中的水族围绕在侧。 我吞了吞口水, 我心想啊, 这海底果然有淡啊, 看来此行不虚啊, 但在这个附近却没有看见那艘 马里仙奴号沉船的残骸啊。 别说这艘沉船没有, 整个海底能见到的地方, 就连其他的沉船的影子也没有。 我猜测, 如果那传说中的沉船牧场真正存在, 那唯一的可能就在 山湖森林中的深渊里边, 如果马里仙奴号沉入其中, 一旦超过两百米的深洞, 凭我们的能力, 那就没办法打牢了。 想到这儿, 便要转头透过观察窗, 再去看那道深洞, 不料刚一转头, 一身全身的疙瘩, 好似花颜的大鱼,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浅水中的侧面, 它摆着尾巴朝着我所在的铜舱, 就狠狠地撞过来了, 顿时撞得这浅水中内是嗡嗡地响, 我在里面跟着东倒西歪, 外边的探照灯立刻被它给撞灭了, 那个鱼撞过去之后, 又再次从水中掉过头来, 张开大嘴, 汹汹而至, 似乎是想把这个铜舱一吼把它给吞了, 海中的水族大多是应悦而始, 天生呢便有望悦之幸, 这条突然袭来的大鱼, 它似乎正是被浅水中上的灯光所吸引, 摇头摆尾就再度撞过来了, 浅水中被它撞了一下, 已经是晃动不已了, 挂在外面的两盏探照灯当场就灭了, 我听到船体发出了金属波动的声音, 我知道, 倘若再被这么装一下, 这密笔的铜舱就有可能破裂进水了, 英国人改造过的这套特殊的潜水中, 专门用于在危险的海底进行侦查, 为了应付恶劣的作业的环境, 处理一些精密的设计之外, 舱体周围那也有完善的防御措施, 观察窗外有铁栅, 可以防止在海底被洋流带动撞到的礁石, 但面对活动的海鱼, 我只好采取紧急措施, 拉开控制水刺的保险栓, 使潜水中外的十几根钢刺就竖起来了, 这铜舱立刻就变成了一只金属刺猬, 水刺刚从卧槽中弹出来, 那条七八米长, 皮如丸石般的大鱼就兜头游过来了, 它似乎也知那锋利的钢刺的厉害, 但是闪避已然不及了, 鱼头虽然转过, 鱼身却被刺了个正招, 那身尖皮韧肉, 立刻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 拖着一股浑浊的血水, 它就顿入了海底了, 在另一尊潜水中里的船老大软哈, 就拨转着探照灯, 循着血流去追踪, 我隔着观察窗往下一看, 这件几条被血腥吸引的大鲨鱼 从珊瑚葱中游出来, 奔着那条受伤的大鱼, 在狠狠地追咬, 一时间把海底的稀沙和泥澡都积起来了, 加之混杂着大量的血水, 鲨鱼猎食的情况呢, 就全被给遮盖住了, 我按到了一声好险呢, 看来这南海淡人彩蛋的嬴声, 可真不比摸金校尾盗墓来得容易, 是, 这个时候, 探查水下地形的灯具都坏了, 树起的钢磁也防碍了一部分事业, 潜水中再留在水下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赶紧用童话管告诉船上的众人, 卸去派众之物, 按照减压的计划, 把铜舱升上水面, 两尊潜水中先后出了水, 三叉戟船上没下水的人们, 见到潜水中的铜壳, 竟在海里被鱼给撞蛙了一大块, 也都炸舌不已, 大伙都并呗, 此犯南海彩蛋的行动, 那算是正式拉开了许木了, 要想把上好的倾手捞出来, 那还得冒更大的风险, 但是, 人尽皆知, 不顶千尺浪难得万金鱼的道理, 富贵终须显中求啊, 眼下既然找到了珊瑚螺旋中 老螺巨棒藏匿的所在, 彩蛋的事便有了眉目了, 众人士士气打阵, 个个抖擞精神, 就忙碌着清理甲板, 为了下海采猪做万全的准备, 我站在甲板上看了看海面的情况, 波涛汹涌的南海, 那即便是无风也有三尺浪, 可是海潮一腿, 这片珊瑚螺旋竟是平静异常, 天空虽然云层密布, 却没有大风和浪涌的迹象, 如果不是先前海气宣泄, 出现了龙取水可怕的现象, 现在这一片海域的状况, 未必能有现在这么稳定, 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 眼下潮位很低, 正是潜水的凉滴, 我环顾四周, 我忽然发现船尾的方向的海面上, 露出了一座黑漆漆的岛屿, 下水前尚未发现, 它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我急忙举起了望远镜仔细观察, 时常听说海中突然出现的岛屿, 那大都是大鱼的鱼脊背和巨龟的龟脚, 有不知情的人, 停船登陆, 必会引得巨鱼下潜, 把人和船就都拖进了海底, 雪丽阳说, 刚刚他已经让明书等人用震海炮侦查过了, 那并非是浮水而出的大海兽, 而是一座因潮汐作用而产生的幽灵岛。 海水暴涨之时, 这座黑色的岛屿就会沉入水下, 而潮尾回升之后呢, 又会有一部分露出了海面, 时隐时现, 所以称之为幽灵岛。 珊瑚螺旋是海中各种神秘现象的汇集的区域, 有座幽灵岛并不足为奇, 我们先前在珊瑚庙村也曾听说过关于幽灵岛的传属, 当地渔民淡民们称它是黑金, 传闻不少, 但是真正看过的人却没有几个, 如果有此岛作为参照物, 那打捞作业就会事半功倍的, 我打算让明书把船对准幽灵岛驶过去, 到上面查看查看, 可是雪梨阳说, 他对那座岛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那里应该不是什么稳妥的地方, 还是不要接近为好, 劝我打消这个电动, 不要冒无畏的险, 而且潮位太低, 幽灵岛周围的地势较高, 三叉几也难以接近, 随后, 雪梨阳问我, 有没有在海底发现沉船的遗迹, 沉字在海上最记提及, 说到沉船呢, 必须用银语生字代替, 但是我不信这份邪, 我对雪梨阳耸了耸肩膀, 海底连个船影都没有, 不过还不能就此放弃希望, 因为我发现有几道深浅莫测的海槽, 那就像是海底的深谷, 看附近, 罗邦珊瑚铁树之大, 那都为事所罕见呢, 若非海底的升级太盛, 难有这等景观呢? 可以确定, 这里百分之百那就是南龙鱼脉的尽头, 如果海底真有阴火, 必定是从这几条深谷宫喷涌而出的, 那么传说中的沉船牧场也就应该离死不远了, 于是我吩咐, 下海彩蛋的时候众人要多加小心, 说不定那就会有突破性的发现, 雪丽阳点头同意, 这个时候多灵跑到甲板上, 招呼道伙开饭, 我们便下到船舱之内宝餐, 顺便共商彩蛋大计, 按照我和船老大软辉在海底侦查反馈的信息, 珊瑚密林的大致的地形被毁成了建议的地图, 多灵煮的饭大多都是越南味, 有酸有甜, 加上船上的材料有馅, 日复一日的单调的饮食, 我吃着就真跟吃药似的, 匆匆吃了几口, 就对着地图给众人描绘在海底的地形, 珊瑚螺旋实际上应该是一片椭圆形的环状岛群, 外围一圈那都是暗礁, 这就是海狼嘴中所说的外螺旋, 外螺旋内部地形复杂, 越到中间地势越高, 中间的最高点呢, 应该就是朝卫朝降后露出海面的那座幽灵岛, 这片区域很可能就是随着大陆架下沉被淹没的岛屿和山脉, 海底有若干条深不见底的海槽通往外海, 外螺旋与幽灵岛之间有一片区域, 地势凹陷, 形如盘地, 海底深满了珊瑚和铁树, 形成了一片连绵起伏的海底森林, 里面有些大珊瑚树高达数十米, 以天拔地, 虽是在海底, 但是看起来是威威壮观的, 这当中一株质如带茂的半透明的大树最为显眼, 那个地方应该离海岩很近, 此树是千百年来感受日月海气之精华凝结所成的, 这株老树那就是咱们彩蛋的首要的目标, 水深大约在七八十米, 另外在这株树的旁边有一道山谷, 难以判断它的深浅, 据玛丽仙奴号沉船上幸存的船员回忆, 他们的船被巨峰卷进了平时难以逾越的外螺旋, 沉没处海底亮如白昼, 那是海底龙火燃烧的最好的证明, 我估计啊, 这些海底的裂谷很可能就是南龙阴火的喷涌之处, 如果深度超过了两百米, 即使明知玛丽仙奴号沉入了海槽, 我们也就只有望阳兴探了, 而且海槽中潜流涌动, 一旦落到了深处, 天知道这船会被冲到哪儿? 我说完了之后, 船老大阮亨进行了补充, 阮亨当过渔民也做过淡民, 在珊瑚岛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之一, 便是协助打捞队下海捞青头, 而且淡民本身就算得上是半职业化的潜水夫了, 以他彩蛋的经验和对捞青头的了解, 他认为这片海底森林中鳄鱼是非常多的, 下水彩蛋的危险那也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刚刚在潜水中里看得明白, 深水处那些老磅毋不寒珠啊, 月影阴京, 之华闪现, 那价值之高乃是平生是前所未见的, 这种天造之物, 是海底的灵气所中啊, 啊? 山湖螺旋身处, 一棵巨大的半透明铁树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众人蓄势待发, 准备以此树为首选目标, 下海踩珠, 鬼吹灯第二步, 南海归须, 正在播出, 自古以来, 南海驻岛的百姓, 以淡民罪苦了, 当若把他们的遭遇汇总起来, 足可以出一步比此海还厚的淡民血泪史啊, 明珠呢, 历来有东珠和南珠之分, 清朝宁固塔灵河之地产东珠, 美丽平均重约两三钱, 大部分为天青色或者是白色, 也有少量的粉红色, 史上记载, 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枚东珠, 那是康熙年间, 一个当地小孩在河里头游泳, 无意间拾得磅中珠, 此珠直径是一寸过了半, 若论及明珠的华美和珍惜, 那东珠虽有过人之处, 却尚且难与极品南珠比美了, 以前的南珠那都是给皇帝进贡之物, 但人非奉旨不能四菜, 海淡的时候都有官兵看管着, 即便海情恶劣难以下水, 那也要强逼着淡民绑着石头下海, 一旦丢失或者是与其踩不到珠子, 都要被施以斩足之心, 从古到今, 有数不清的淡民为此送了病, 偶尔有私自踩得南珠的淡民, 也大多被奸商盘布, 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收获, 仅仅能够获利千百分之一, 淡民们都知道, 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南珠, 还是明代三宝太监正和下西洋的时候, 有一艘宝船上的水手捞出了一只大锣, 放在锅中煮食, 刚刚催动火势, 锅里的水忽然就开了, 轰然一声巨响, 那锅里煮得半死的巨罗就腾空跃起, 船舱内全都是白气, 如同烟雾, 面对面都看不见人了, 煮罗的人惊慌失措, 纷纷就逃出了船舱, 过了半天都不见动静, 这才回去查看, 之前聚罗已死多时, 罗旁有一颗南珠, 大如龙眼, 因为经过水火的烧煮, 金光与湿不可复得了, 珊瑚螺旋海下有淡水泉喷, 海水呢, 咸淡适宜, 孕育海气月光之精华, 这里的南珠几乎都有龙眼那么大, 在水下看奇光幻彩, 当时寒有能与之披敌者, 这一趟下水, 要是顺利, 少说也能起到百十粒, 软呵从越南逃出来后, 度日艰难, 今天他竟然等到了这种机会, 据法国的事儿终于有指望了, 他显得有些激动, 表示冒再大的风险也值了, 这彩蛋的手艺就没白学, 软呵又说起他对海底情形的推测, 海底森林旁的深谷中, 虽然有阵阵潜流和漩涡, 但看起来并不太强烈,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海水中的水族都不敢往前靠, 他在潜水中里用探照灯房里面照了着, 模模糊糊的, 好像有巨箭和大船的影子, 不过不敢断定这就是玛丽仙奴好, 在珊瑚庙岛附近的一片浅海里, 也有一处沉船的牧场, 地点那正是一道海沟, 附近沉没的船只受到洋流的牵引都会坠入其中, 久而久之, 海沟的一部分就被泥沙藤湖所覆盖, 就形成了一层坚硬的壳子, 只有几个入口才能够潜水进去, 许多大捞队都去那碰过运气, 有些人就真捞到了不少的好东西, 也有历史数载穷尽心血和财力, 但是到最后一无所获的倒霉袋, 有可能珊瑚螺旋的地形也属类似, 明显突出的是内外两层环礁, 这里海沙沉寂, 在海底的地面上也许有层泥沙形成的江壳层, 沉船落下去那就会陷入其中, 形成了一道道近似海槽般的裂谷, 我们在海底看见的沟槽, 那就是沉船流下来的痕迹, 船老大软呵所言虽数猜测, 但是我们都觉得颇有些道理, 立刻制定潜水计划, 潜水作业至少是两个人一组, 一边互相创意, 不过船上的人自然不能够一股脑子的兜下去, 我把众人分成了ABC三个队, 我和雪丽阳明叔作为A队, 软呵呢带着他的徒弟多灵组成了B队, 胖子和骨猜是第三组C队, A队和B队同时下水, A队使用仅有三套重型潜水装备, 潜入谷口附近, 侦查海沟的深处是否藏有沉船, 一旦确认目标便立刻展开行动, 能不能把秦王赵古镜捞上来, 主要就在此一举了, B队与C队则轮换到珊瑚树下彩蛋, 考虑到我们携带的物资有限, 而且班山填海树也有一定的局限, 趁着海向天后的允许, 早一刻完成就减少一分的风险, 把人员如此分配了, 我主要是考虑到寻找沉船需要人手, 即便三个人的力量那还是有些担保, 而且明书对船体结构和海底的事物比较熟悉, 有他作为顾问和助手那应该起点作用, 最重要的是把他带在身边, 我才能放心潜入深水行动, 否则谁知这老家伙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里, 雪丽扬呢, 他则是美国海军学院的精英, 潜水侦察的专家, 由我们三个人组成了A队, 潜入珊瑚森林中的海沟, 就算是遇到什么意外的话, 也不难全身而退, 船老大, 软呵和古猜, 多灵, 这三个人都是职业彩蛋的蛋民, 他们到珊瑚森林中作业, 仍是做他们以前的那套活计, 也有一定的把握, 把软黑三个人拆算, 留下对彩蛋事业由衷热爱的胖子跟他们在一起, 还可以防止他们建材起, 丢卸A队驾船逃跑, 不过, 这软呵并不会使用丝天鱼和奎心盘, 我只是想预防万一有备无患, 因为我深知一个穷怕了的人, 很容易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做出了他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情, 但是这种想法不能被雪梨扬名书, 我只是不动声色地就进行了部署, 众人都欣然同意, 只有明书面露难色, 山湖螺旋深处的海沟啊, 没有鱼群胆敢接近, 但最深处它都是连接着外洋大海的, 一些深海的大海怪会把那个地方当作巢穴了, 我们进去去不是送死了, 不听老人言赤亏在眼前啊, 胡仔啊, 你听阿叔跟你讲啊, 这海底最厉害的可不是大张鱼啊, 深海中虾穴之大, 那是不让惊弥啊, 由于巨蟹最猛啊, 总然是恶如蛟龙之鼠, 也不敢去招惹他们了, 哎, 你们要去自己去, 我呀, 我看我还是去彩蛋比较合适了, 哎, 我知道, 这名书啊, 他又在耸人听闻, 我就对他说, 要是真有那么大个儿的螃蟹, 那得卖多少钱一斤呢, 再说, 您这打不死输不起的老海狼, 您是何许人也呀, 那是敢在佛面上刮金, 油锅里抓钱的狠人呢, 您还能怕螃蟹吗, 另外, 咱们这趟出海事先说好了, 有钱大家分, 有难众人党, 可现在刚遇到风险, 您就躲了, 是不是, 将来回去分钱分青头, 我要是躲着您, 哎, 到时候, 您可别挑我的理, 您说一听, 回去分钱的事, 便只好顶应上, 下火海, 那也得走一遭, 这次倘若大事能成, 就可以把前几年的损失通通的给捞回来, 成与不成, 五五开, 谁让自己这黑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呢, 别看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是一条汉子, 现在却专卫无斗米遮腰了, 众人既意已定, 就全力以赴着手准备, 海面上补了树枝定位用的浮标, 找准了那株海底最大的老树的位置, 接下来就要用班山盗人的班山填海树, 对付这个水底的鳄鱼了, 我在船头点起了铜鸭形状的旧香炉, 准备请出瓜神, 班山盗人有飘瓜取鱼之术, 按照以往的传统要先计瓜神和鱼主,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 不过我们按部就班, 也不在乎多此一举, 以免万一出了岔子, 追悔莫及啊, 昔日里, 渔民淡民们若是捕得海中大鱼, 那都有寄鱼主的惯例, 因为海里的大鱼在渔民的眼中, 那都是龙子龙孙, 所谓鱼主呢, 那正是南海的龙王, 实际上海里有些千斤大鱼, 体型太大, 妄知令人生畏, 弄死这么大个儿的家伙, 哥谁心里那都得掂量掂量, 说什么祭拜鱼主, 那可能只是想找个借口, 给自己点心理安慰, 传老大软呵, 带领众人焚香以毙, 就自仓里边取出了一台陈年美酒, 倾倒入海, 这就算是祭拜了鱼主龙王, 以前淡民入海彩淡, 下海锁平, 那只不过是一把石沙分水的匕首, 以及一个换气的猪虽一跑, 行动之前呢, 用冷水淋遍了全身, 尽量消除身上的活人的热气, 以免在海里遭到鳄鱼的袭击, 那几乎就是拿淡民自己的命去换那男猪了, 班山道人对这上所有的猪子都感兴趣, 不管是死人嘴里头痕着的, 还是水中天然生旧尚未被人采去的, 无不想方设法以树取之, 他们对南海彩蛋之法是另辟蹊径, 其被最擅长齐门方计, 也就是精通各种齐门秘方, 这些土方子虽然大多都是正统典籍所不载的, 却实有其笑, 我们出海之前, 在货舱里吐了大量半生的大西谷, 还有几大口内的生石灰, 这个时候啊, 就全都派上用杖了, 我们在船头支起锅里, 把桶成了水, 泡了生石灰, 化作了半幅, 把那些西谷切去, 一个船头大小的口子, 除尽了里边的瓜嚷子, 然后倒入了石灰水, 再把瓜皮圆处把它封上, 瓜皮缝隙处, 以招炒草棍熬制的吊椒把它堵死,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就把石灰西瓜就扔下海了, 瓜中装满了滚开的石灰水, 在海上起起伏伏的飘动着, 就在江沉未尘之际, 海面上水花一翻, 一位十几来米长的大鱼就从海中分水而出, 把那个石灰西瓜呼伦的就吞落口中, 鱼身借势跃在半空中, 稍作停留, 啪的一声, 重重的落回水里, 见得是水花红飞, 凡是会被老罗中明珠吸引的水族, 那都对月花阴晶有感, 生性喜阴恶阳, 遇到圆滚滚的西瓜在海里头沉浮, 这个瓜里又有阴晶之气, 无不争相吞噬, 一时间海面上此起彼伏, 各种各样的大鱼纷纷出水吞瓜, 西瓜被海水一浸, 虽是冷了, 可那是外冷内热呀, 瓜内的石灰仍是滚开的, 浴水更增加了它的沸腾啊, 被海鱼一口就吞入了鱼腹, 那瓜皮立刻就破裂了, 生石灰与水产生的极大的热量, 轻易的呢, 就能够烧烂了鱼腹, 顷刻间那就有数条的死鱼, 翻着白兔就浮上来了, 随着西瓜越抛越多, 海鱼一旦吞下就绝无生还, 只见海面上翻腾的死鱼就不断地出现, 这些大鱼本就生性凶猛, 相貌丑陋, 被石灰烧死的样子那更是痛苦万状, 加上这鱼眼天生就是圆争着的, 更是如同死不瞑目, 我们站在甲板上看得是无不心惊啊, 大伙在先前呢都还有心理准备, 可是真是想不到用半山盗人的秘书杀鱼, 竟会杀得如此的干净利索, 我对阮亨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准备下海, 船老大阮亨和多灵立刻换了水装, 带上了水费, 挖镜和彩蛋的东西, 在船侧放下的皮艇中等候的信号, 胖子等人则继续往海里头抛西滚, 这片海域中潜伏的水族啊, 那好像是无穷无尽, 死了一片又冒出一片, 在海面上翻翻腾腾的就争吞着死尔, 胖子大叫不妙啊, 这事前估计不足, 就这么下去, 西瓜生石灰这都不够了, 我告诉胖子等人, 西瓜不要扔得太快, 避免一条鱼吞两只瓜, 一定要节约使用, 使得每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若不除尽环绕在巨蚌周围的鳄鱼, 那下水彩蛋必遭不测, 就算他不咬人, 被他在海里狠狠地撞上一头, 那也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事到如今只能是一拼到底了, 反正不吃鱼死就是网破, 如果所有的西瓜都抛光了, 仍不能剿灭珊瑚树周围的大鱼, 那就只能打到回府择日再来了, 不过, 今后未必就能赶上如此合适的海象和天后, 再进珊瑚螺旋呢, 那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 雪丽阳剑杀戮太重, 不到一顿饭的时候, 竟然就死了将近两百来条体型硕大的海鱼, 他不禁脸上微微的变色, 不过,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劝他说, 反正啊, 已经是大开杀戒了, 是不是, 千万就不能手软, 现在收手, 那这些鱼就白死了, 反正遇到海难的那些船员以及彩蛋的人, 掉在水里也都会葬身于腹, 就当时给弹民们报仇了, 其实啊, 对这些死鱼我倒并不在乎, 不把他们除尽了, 那下水就等于是喂鱼了, 我只是在这心里隐隐地发愁啊, 杀不胜杀, 怕要无功而返, 幸好, 就在还剩下三十来只西国的时候, 这海里啊, 终于就再也没有死鱼浮上来了, 想来这些粗鳞巨口的大鱼都死绝了, 海底洋流环境所限, 水族轻易是不肯预戒的, 但是有少数鳄鱼贪恋棒珠的精华混杂在珊瑚森林附近徘徊游荡, 只要把他们禁树除掉, 那下水彩蛋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其他水艺的水族那在短时间之内还不会贸然进入这一真空的地带, 传老大软呵儿以往做淡银, 每次那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 见着飘瓜取鱼之树如此的厉害, 半个小时不到就把潜伏在珊瑚树所近的大鱼全部都给引出来, 而且是杀了个干干净净, 那真是好狠辣的手段啊, 他不禁就有些目瞪口呆, 我对他连喊了好几声, 他才回过神里, 将拇指下岸, 对我们发了一个下潜的手势, 然后同他那月发浑雪儿的徒弟多灵, 按住身上的潜水的装备, 在皮艇边缘把身体向后一仰, 半身入水, 见弊队已经入水, 雪丽阳便招呼我和明叔, A队, 进舱笛准备下潜, 虽然清除了不少具有攻击性的鳄鱼, 但是水下的情况难料啊, 也许啊, 根本就太平不了多久, 十年, 众人以用生石灰和西瓜, 清除了不少具有攻击性的鱼类, 准备潜水开始真正的深海探险, 鬼吹灯第二步, 南海归须, 正在播出, 海柳船三叉几号, 配备有重型深海潜水装备, 它采用的是高强度耐压材料制造的, 重量达到了一百五之斤, 使用的时候, 不可能像普通潜水员那么轻易的入水, 英国设计师利用船体巧妙的构造, 在底舱设置着一个特殊的小型注水箱, 深海潜水装备都固定在其中, 我们只有进去穿着装备, 等到注水舱注满了水之后, 才能潜入海底, 一旦我们入水, 船上担任支援任务的, 便只剩下了C队了, 我跟胖子交代了几句, 然后带着古猜就下到了底舱, 在古猜的协助下, 装备好潜水器, 转动阀门, 注水下潜, 随着人体的呼吸, 中有混合气息的水费, 立刻就开始运转了, 在沉闷的排气声中, 我和雪丽阳明书三个人脱离了底舱, 在水底推进器的作用之下, 顺着潜水绳, 就缓缓地下潜了, 三叉几号的位置, 就停在那株质如带帽的半透明的珊瑚树的旁边, 我看见老树间灯火闪烁, 那正是船老大阮痕在和多灵在一只大青蚌旁边踩猪, 几条鲨鱼在围着它们打转, 鲨鱼并无海底水族的望月之性, 瓢瓜取鱼之术奈何不了它们, 在海里, 对彩蛋的蛋民威胁最大的, 那当属这些凶暴无敌的鲨鱼,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驱鲨器可以使用, 班山道人彩蛋之时, 普遍采用一种配方古老, 却十分有效的驱鲨剂, 潜水的时候随身携带一个满式筛子孔的漏罐子, 其内充满了凝固的驱鲨剂, 随着身体在水下的移动, 被海水融化的驱鲨剂呢, 便从戏孔中陆续的释放, 它可以阻止鲨鱼接近潜水者, 阮和多灵也带了班山道人的驱鲨瓶, 可是仍然有鲨鱼出于好奇, 就远远的围着他们转圈, 好在阮和师徒做蛋民已经有些年头了, 蛋民们做的就是这种驴虎须的危险的勾当, 水下作业的时候心理素质那都是比较稳定的, 在穷杀的窥视之下, 竟然还没有乱了阵脚, 蛋民彩蛋有三种办法, 如果环境允许一般都直接破磅取柱, 倘若珊瑚铁树形体有限, 也有把整株的珊瑚铁树连根拔了掉上水面, 因为质地好的铁树那同样可以卖大价钱的, 再有呢就是摘磅出水, 到船上再砸破磅壳取蛋, 磅肉呢也可以食用, 不过磅内是否有蛋, 那可不一定, 那些巨磅在海底年身日久, 那几乎与珊瑚树附近的礁石就结为一体了, 若将这些罗磅珍珠被与所附着的树身岩石凿离, 然后一一掉上水面, 那就太麻烦了, 只有就地取代, 以浅水聚光灯或者是细沙为影, 趁半壳微微开合之际, 刺入麻药使聚棒失去了感觉, 这才撬开了半壳伸手进去, 掏去难住。 软壳师徒不喜欢浅水痘, 他们仍然带着淡民们自古惯用的 石沙分水道, 但为了不割破棒肉, 引得附近的鲨鱼寻血而至, 只得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在棒肉内摸索, 取出了蓝珠便立刻裹住, 藏进罐中收好, 不敢泄其惊慌。 我和雪丽阳、明珠从软壳的师徒生边经过, 见他们进行的有条不紊, 也觉得放心不少, 对他们就打了个手势, 便继续前向了深处。 几十米高的大铁树的根, 扎在海底森林丛生的细沙层上, 落地后, 汤起的泥沙, 使海水变得非常的浑稠。 忽然有一股潜流涌入了树底的深谷, 长得装备沉重, 我们的身体紧紧被带得晃了几晃。 我扶着一树珊瑚停顿, 在雪丽阳和明珠指着这斜下方, 失忆, 这就是我先前在潜水中里看到的海草。 假如眼前这黑乎乎的大裂缝不是海槽, 而是一层海中的沉积物形成的硬壳, 那沉船很可能就是现在这里边了。 不过, 在进一步确认之前还难以判断, 我知道, 凭我们的装备和仓促的准备时间, 想在马利仙奴中打捞到秦王赵古镜, 那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但是还是想帮忙运气, 要是能捞出来自然好, 否则, 即使找到沉船, 那也就能有交代了, 因为只要取到一些船中的遗物, 就可以宣称这艘船的所有权归我们了, 那别的打捞队就别想再打它的主意, 只要有了充足的时间, 就可以让雪丽阳去雇应专业大楼队了。 雪丽阳举起了潜水照明灯, 想在断层边探探深处的清醒, 无奈, 强光探照灯在这儿似乎失去作用, 它没法穿透那杂质太多的海水, 根本照不到远处。 明书想了一个办法, 把水下照明烟给扔过去了, 一片赤木的亮光顿时照得四周聪明, 光亮一闪之际只见谷中丰实淋漓, 是有种建筑的遗迹, 可是深海中它的水都做窝旋状, 潜流错乱, 赤明烟很快就被潜涌给卷住了, 就不知落到了哪处死角了, 因而光亮全无了。 但就在这一瞬间, 我就好像看到了谷中, 有个巨大的黑影, 它似乎就是沉船, 不过离得太近了, 也不敢就此确定, 而且最让我们吃惊的, 就是那些巨石虽然附满了形似藤壶的沉积物, 可是工整有序, 不像是天然所生。 海底的山谷间, 你有古城的遗迹, 联想在珊瑚庙岛发现的海妖眼卦玉象, 以及在珊瑚螺弦附近发现的浮观, 再加上眼前所见, 看来这里真有过一段繁荣的文明, 由于沉在了海底, 就算偶尔有某些被人当清头祸的遗存给捞走, 那也大多是因为海湿严重而难以辨认了, 终究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失落的一页, 这里很可能正是古籍中记载的龟虚之地是清净天下之水都无法住满, 通往永恒无尽虚无的南海的海眼。 我见身处似有船的影子, 又是在这样一个神秘的所在出不惊渐烈欣喜呀。 我想过去一探究竟, 你看雪莉阳和明书还在观望, 别从身后拍了拍他们的浅水头盔, 让他们转头看我这里。 我先指着深度计, 又向下指海沟, 有潜水推进装备, 就不会轻易被潜流冲走, 而且又带了水下鱼枪防身, 凭着可靠的装备, 不如往深处在下潜一段, 插开详情。 雪莉阳稍稍地犹豫了一下, 反倒是明书见才起义了, 他大概是认为如今蛋也采了, 要是能在海底多捞几件青头回去, 那岂不是加倍地满载而归吗? 当下表示, 可以冒险一探, 贪心不足蛇吞象, 只要有利可图, 这明书啊, 他就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水费的容量有限, 在水底自是不容过多地耽搁, 雪莉阳见我和明书都同意继续往深处潜水, 就做了个多加小心的手语。 三个人用潜水绳互相连接, 把身上能开启的照明的设备全部都打开, 在潜水头盔气阀排出的一串串的白色的气泡当中, 我们就同时潜下了那漆黑的身骨。 我们顺着石壁下潜, 雪莉阳随手拔出了潜水刀, 挂去那一片厚厚的灰白色的沉积物, 只见里面露出了粗粒的巨石表面, 高凸起伏, 好像是古碑。 我忍不住伸手摸摸摸那些古老的痕迹, 正在继续下潜呢, 我就忽然感到这石壁上它传出了一阵剧烈的颤动。 我的手刚接触到那像是海底一记的石壁, 就感到一阵异常的颤动。 我心里一想, 不好, 怎么竟然赶上海底地震了? 如果留在海沟里很可能会被埋住压死了, 都这时候了,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俩丫子加一丫子, 赶紧撒丫子, 撤回海面吧! 我正要通知雪丽阳和明书快撤。 缺陷雪丽阳忽然仰起了右手, 做了个小心的手势, 我稍微一愣便已经领悟了, 石壁的震动不是地震, 而是海沟里有某种东西在动。 乡下的潜流忽然增大了, 看来撞到石壁的东西是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 肯定是无法抱人上浮的。 雪丽阳带着我和明书, 借着一股潜流, 就躲到了海底倒塌的石柱的后面。 这道海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 由于内部潜流复杂而且黑暗, 在上面用探照灯是看不清下面的地形的, 可是一旦潜水下来, 在海沟底部用灯一照, 光住所指之处, 数十米内的景物是历历在目。 我们三个人趴在石后, 举着两架探照灯各处扫尸, 凝神观看着周围的动静。 我顺着探照灯, 匆匆的一撇, 我发现海沟并非是天然形成的, 排比林立, 粗粒的石柱, 双个里曾经是一片灰红而庞大的建筑群。 为天灭地的巨大的灾难, 是这里沉入了海底。 建筑的顶层被海沙和淤泥覆盖了, 年身欲久就形成了一层脆硬的僵殖。 这海盗沟之所以暴露出来, 并不是有沉船落下, 因为附近没有近代建船的踪影, 我们旁边只有一艘被腐蚀的仅剩下, 船架龙骨的老式木船的残骸, 那已经不知少哪一辈子沉到海底的古代的沉船了。 而刚刚潜下来的那处火口, 很可能就是我们藏身处的几根石柱倒塌造成的。 山湖螺旋、东西长、南北斋, 海底森林密集处, 多集中在地形凹陷的东侧, 向西地势建构, 在潮位低的时候, 会有黑色的幽灵岛浮出来水面。 我们潜入的海沟, 那正是介于山湖森林和幽灵岛之间。 利用潜水中初次侦查的时候, 我曾经发现这一带海床上有许多黑漆漆的窟窿和篝祸。 现在想起来, 也许下面那都是归须古城的遗迹啊, 那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我想到这些, 微微有些走神, 突然感到雪梨阳轻轻地按住我的左手, 头上的那个东西也跟着潜下来了, 我不由得把鱼枪举起来准备迎敌, 明书却连连摇手, 事已不能来应的。 这海草里肯定藏着什么巨大的海事, 它未必发现了我们, 现在赶紧把身上的光源全部熄灭, 免得暴露目标, 等它游走了, 再设法悄悄地潜了回去。 雪梨阳也同意明书的办法, 我们赶紧灭灯, 除了探照灯, 以及佩戴在身上的挂灯, 头灯之外, 其他所有的灯, 几率关掉。 金属的潜水盔之中, 也各有两盏微光灯, 这种微光灯是水压式的开关, 入水三十米以下, 它就会自动开启, 无法手动关闭, 它可以在黑暗高压的环境中照明自己眼前半米左右的范围, 也能让在附近处在的同伴看见自己的脸, 而减轻心里的压力。 头盔内的微光, 比起强光探照灯来, 那可就太不起眼了, 正是由于光线的微弱, 即使让它亮着, 也不用担心暴露自己的踪迹。 光源一灭, 这海底顿时就陷入了一片漆黑, 到处都是死一般的沉寂, 或许这闺虚古城当年遭到灭顶之灾, 城中的恨天人, 不论男女老少还是鸡犬猫狗, 大概都喂了鱼了。 念及此处, 在这漆黑的海底的废墟里, 我还真是有点发毛, 我盲劝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可海底特殊的环境, 加上百余米深的水压, 都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负担, 莫名的恐慌感挥之不去。 如果想到雪梨扬酒的身边, 我总算克服住了这种不安的情绪, 可是又感觉到身边潜流突然波动起来了, 我知道是有什么大家伙正在我们的身旁经过的。 我不由得又是一致紧张, 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一种在深海产生的正常的心理的现象, 几乎每个深水的潜水员都会出现。 我不知道这个, 我当时在心里按骂自己没用。 当年, 此道见红, 连眼睛都不眨, 怎么到了海底就变得这么没出现了? 千万别让雪梨扬和明书看出来, 要不然我就没脸上船。 我虽然紧张, 可是有人呢, 他比我还紧张, 身前的明书像是被海哲给遮住了, 全身就如同裹了垫了, 一长串水泡就从他的潜水窥中冒出来了。 我和雪梨扬都被他吓了一跳, 但是随即明辈过来, 明书这是受了什么惊吓了? 我见他要用手去拔头盔, 我暗骂这老港龙啊, 他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我赶紧伸手把他给摁住了, 我扳过他的身子来, 借着微微的灯光一看, 原来不知是从哪儿冒出了一只乌贼。 这只乌贼不算大, 身体有成人的两个拳头那么大, 他伸开处足, 紧紧地就扒住了明书的潜水窥上的蛙镜。 他体色苍白, 遍布紫鹤的斑狠, 他瞪着两只灰蒙的眼睛在明书的脸上, 一来回地如动着。 明书的视线完全被挡住了, 他哪知是条乌贼啊, 还以为自己被什么海兽给一口给吞了, 但在眼前那全都是蠕动的肠胃呢。 饶是他跑过船下过海啊, 也当场被吓得慌了手脚。 我怕明书把自己的呼吸管给拉掉, 我急忙牢牢地摁住他的手, 雪梨阳从后边用泉水刀轻轻地挑开了乌贼的腕足, 把他从明书的潜水径上剥离, 他下手甚轻, 乌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胁, 始终没有吐出墨汁。 这个时候, 我感觉到身边的黑暗里, 水流激荡, 卷起了好强的悬涌, 有个白色模糊的影子在附近探头探尾, 距离我们已经尽在致尺了。 我知道, 堂尸藏不住了, 集中生智, 我抢过了雪梨阳抓住的乌贼狠狠地隐灭, 随手将其松开, 那个乌贼吃藤兽精, 出于本能, 他立刻就吐出墨汁, 想要自逆脱身。 乌贼喷出的漆黑的浓墨, 就如同一股海底的黑烟, 他的身体也急速地窜出去了。 黑暗中, 果然有一只海兽被逃顿的乌贼吸引, 在我们的面前掉头就追去了。 微光灯下也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 只感觉到白蒙蒙的一片大的吓人。 那个东西游动, 带起的水流十分的强烈, 就像是刮起的龙卷风。 要不是我们抱着石柱子, 说不定就会被它卷走, 而且潜流窝勇是久久不绝啊。 我暗自吃惊, 如此长大会是什么东西呢? 啊? 我飞着海底下, 它当真有龙。 没有来自已多想, 眼前的大团黑墨便已经被水流给带走了, 就见那白脸般的影子突然。 刚刚对付完吴贼, 深海之中忽然出现了一团白蒙蒙的影子, 像是刮起了龙卷风, 水流十分强烈, 众人吃了一惊, 难道海底真的有龙? 鬼吹灯第二步, 南海归须正在播出。 眼前, 大团的黑墨已经被水流带走了, 就见那白脸般的影子吞了吴贼, 它又朝我们转身游过来。 我们穿着重型潜水服, 即使在水下借助福利, 那行动举手投足也仍然是十分的缓慢, 想逃跑是根本不可能, 这个时候就只好是豁出去了。 我举起了枪, 想要用为了剧毒的鱼箭把它射上。 雪梨阳却先我半拍打开了水下强光探照灯, 那炫目的白色的光束直射出去, 将对面游来的海兽照了个正着。 只见灯光中一个白乎乎的巨物, 手似牛头, 身如蟒蛇, 麟角巨背, 我们骇然失色。 这是龙? 若说是龙, 可身上没有爪子呀, 若说不是龙, 那牛手型的脑袋上都快伸出脚了, 身体长如白炼, 见首不见尾呀。 我看得呆了, 一时竟忘了射出了鱼箭。 那个怪物被强光这么一照, 原本冲向我们的头, 目的一下就转折了, 斜刺里就绕过探照灯的光束, 那长长的身体在我们的眼前掠过, 那强烈的水流带着三个人的身体是摇摇晃晃。 这个家伙似乎惧怕强光, 他一头就潜入了古城废墟更深处的冤祸之中, 就再没了动静。 没等我们顾得上庆幸啊, 身后的几根石柱, 本来在海勇反复的冲击之下, 他早就不兼顾了, 这时候被那阵强烈的潜流一带, 轰然遇倒。 我指着侧面不远处的古代的沉船, 那边似乎有间石垫, 躲进去, 也许能够避开这倒塌的石块。 石柱已经倾斜, 说倒就倒, 而且判断不出掉下来的石块会砸向哪里。 我们判断出落石的死角, 迅速移动到沉船骨架里边, 断裂的石柱紧跟着就倒塌下来了。 激起的海底的泥沙产生了一片烟雾, 把我们刚才停留的区域就给覆盖住了。 索性并未引起连锁反应, 但是谁也不能断言, 其余的区域就会比那儿安全和坚固。 这沉在海底几千年的古城中, 根本就没有安全地带。 我们躲进沉船的龙骨之下, 沉积稍作喘息。 明书接二连三地受了惊吓, 有些沉不住气了, 手脚无措, 他抓起了水下的写字板, 急匆匆地写了个字, 让我们看。 这种水下写字板是给潜水员互相交流使用的, 除非是经过长期磨合产生了默契, 否则潜水员相互之间有一些复杂的信息, 难以及时地沟通, 遇到这种情况, 那就会借助水下写字板。 我一看明书写的是个笼字, 我知道他使说刚刚见到的大海兽是龙。 这回可遇上大麻烦了, 我并没有见过真龙, 我也不知道明书是否欺验见过, 龙和鱼在我的世界观中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对明书举了举手中的鱼剑, 我表示等浮上海面的时候, 那个怪物啊, 他要再敢露面, 我非让它吃我几剑, 让它尝尝, 沾满了淡民血泪愁的利剑, 那是什么味道? 雪丽扬摆了摆手, 事业我们不必担心, 他在写字板上写了大海蛇, 这三个字, 又指了这探照灯, 我这才记起前天在船上, 他跟我提到过深海的海蛇, 西方人称其为海蛇, 而东方人就管它叫龙, 实际上那是同一种海洋声, 沉浮莫测, 常在飓风暴雨之中攻击舟船, 吞噬船上运输的人和畜舍, 所以船员们谈之色变, 古时海边庙宇之中, 多有描绘海怪吞舟帆船的场景, 里面的五爪之龙, 那形象便是以海蛇为原型的, 不过因为它惧怕光亮, 所以平时只在黑暗的海底出没, 只要携带强力水下的照明设备, 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如果早发现是条大海蛇, 那也不用听明书的搜主意, 官商店员躲避了, 刚灭灯之举, 就险些受到了攻击, 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 那海蛇是不会冒着光线袭击舟船和潜水员的, 明书也知道海蛇的来历, 饿了一会儿, 他握了握手中的强光探照灯, 终于镇定下来, 对我们挑了挑大拇指, 要是不用提的担心, 没问题, 雪丽阳和我举着潜水手电筒四处打亮, 只见身后的古代沉船, 虽然仅剩下了残骸, 但是仍可以看出, 与中式船舶的外形相去甚远, 它充满了阿拉伯地区的抑郁风情, 船体大半被海沙覆盖了, 能烂的几乎都烂, 很可能是一艘原名之际海上贸易往来的商船, 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海难, 才被卷入了珊瑚螺旋, 周围的古城废墟也已全部失去了原貌了, 这些东西也许对考古学家而言是惊人的发现, 但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探索价值, 我绕着沉船游了一圈, 再没有发现有马利仙奴和其他沉船的踪影了, 海底遗迹的规模虽然大, 但是潜水员能到的地方却是十分有限, 一来倒塌的墙壁和石柱阻路, 二是这里随时都有倒塌方的危险, 也许无意中触碰到什么, 那就会引得防倒无塌, 似乎连海中水族都知道这里的危险, 在附近就都没有他们出没的身影, 这儿啊完全是一片死戏沉重的鬼域, 废墟中有几处漆黑的深渊, 那条海蛇就是顿入了其中的一处深祸, 我想接近查看, 但那些地方的水都在打着转, 奇溜无比, 纵使鱿鱼也难以接近, 值得做了罢, 我对雪立阳打了个手势, 这里头没有我们要找的沉船, 看来秦王赵古镜这件大青头并不好唠, 海底古城的废墟里危机重重, 非是九流之地, 哎呀, 还是撤回去再做计较吧, 雪立阳表示了同意, 我们开动了水下推进器, 原路游上来了, 我见到他刚刚用水下照相机在四下里拍了一团, 心想, 中国商代文明仅局限于中原地区, 比现在的中国版图要小得多, 如果真的在南海的尽头发现了受商周文明影响深远的归虚的遗迹, 对于研究人类的航海历史和文明史, 那都是有着非凡的意义呀, 哎, 就算找不到秦王赵古镜, 单把这些照片带回去, 那也足够能把陈教授刺激地在此住了院呢, 我们三个人将照明器具全开, 缓缓地就扶置了珊瑚森林, 但是刚上来就发现不对了, 在那株半透明的大珊瑚树底下彩蛋的弊队, 正对着我们把潜水照明灯挂着圈儿的, 显然是需要我们立刻支援, 我将手向前一切, 带着雪梨阳和明树迅速地就接近了珊瑚树, 珊瑚树下的传老大阮和多灵, 正在拼命地撬着一支巨蚌, 这支大蚌藏身在珊瑚礁下, 比最大号的磨盘还要大上三圈, 窝浪状的蚌壳紧紧地毙着, 任凭阮痨儿两个人怎么用力, 也撬不动分毫, 这支巨蚌少说, 也生长了几千年, 外壳洁白晶莹, 几乎跟海底的石头就结成了一体, 那是一支善于家人脚腿的石人碑, 海中生磅石为古书, 因淡民和渔民最继打背网, 两手空空, 所以对各种珍珠背仍以傍称, 石人碑在淡民的口中虽然不提他的学名车渠, 却常以白堪胡植, 不知多少淡民在采珠的时候被这种东西夹住了, 丢了性命, 我不知道老大阮痨儿为什么想把他给瞧起来, 还来不及问他, 他就迫不及待地打着手势告诉我们, 这蚌壳里有个人, 我还以为我理解错了这阮痨儿的意思了, 这汹涌无际的珊瑚螺旋海域除了我们, 哪还会有别人, 就算这只俗称石人碑的深海车渠, 他的壳里头怎么会有人, 活人还是死人, 这个时候明珠好像突然醒悟了, 他做了个鱿鱼的手势, 这回发达了, 石人碑里八成夹住了罕见的海中人鱼, 他的肉啊, 那可比等重的白鲸还要贵胜一倍呀, 明珠按住棱内墨盘大小的石人棒, 他激动地冒出了好长的一串气泡, 他比划着告诉我们, 这个老棒可能嫁住了海里的人鱼, 实际上, 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棒壳里究竟是什么东西, 只有船老大阮和他徒弟多领两个剑道了, 在水下那是难以仔细的描述的, 我见这罕见的大车渠, 外壳, 晶莹白润, 那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亲头货呀, 反正后船舱里的西瓜都扔尽了, 空出了好大的地方, 一不做二不休啊, 何不把他给连锅断了, 于是我打了个手势, 让阮痕带着多灵在海底守候着, 我和雪梁等人先回船上, 让胖子带着凿子洽棍下来帮手, 把这只千年的老棒, 把他给吊上了甲板来, 部署完毕了, 我们当下沿浮至减压县的附近, 然后按部就班的就回到了注水箱内, 摘掉了沉重的装备, 我把水下的情况对胖子和古猜做了简报, 胖子早在船上憋得就想挠墙了, 他听明白之后, 立刻带着古猜跟我们进行了交接, 带着枣子和液压分离器, 下水捉棒, 阮痕师傅三个人, 那都是笑棒彩蛋的好手啊, 有了器械, 那更是得心应手, 但是仍然是费了不少的工作, 才把那只车渠凿离了礁石, 他们几个人借着洋流的福利, 把他拖至了海面, 用钢锁捆扎了, 明书呢, 就开动了船上的吊臂, 勾挂, 钟驴, 把这只千年的巨棒就捉出了水面了, 胖子有心卖弄, 他站在悬吊半空的巨棒的壳上, 把挖镜推到了脑门上, 对我大声的喊着, 我说, 我说老胡, 你看本司令捉到这家伙, 这是什么东西啊, 按照当今的航式, 把他整回美国最起码, 就能够换艘游艇, 到时咱们再带几个美国小妹子, 围着吊臂, 举得离海面越来越高, 胖子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开始觉得眼韵了, 他就叫了一声, 脚下发软, 他就翻落在水里了, 我担心他得意忘形, 弄得动静太大, 引来鲨鱼, 赶紧让软亨把他拖回船上, 我招呼船老大软亨也赶紧上来, 差不多该撤了, 可软亨认为呢, 海向平静, 潮位低落, 海里还有许多的老棒, 千载难逢的彩蛋的良机, 怎么可以错过呢? 他不顾患上潜水病的危险, 更换了水费之后, 坚持要带同他的两个徒弟, 再次入海彩蛋, 明书呢, 他也有这个意思, 他劝我不必阻拦淡民们的行为, 看这个天气啊, 有可能会落雨, 但是没有封信, 那浪涌必定不起, 只要没有浪涌的干扰, 海下即使下再大的雨, 对潜水作业呢, 那都不会再产生什么影响, 不过明书自己可不想再次潜水了, 反正, 卵黑师傅呢, 都是花钱雇来的帮手, 又不曾分他们多少红利, 他们既然想出力大捞一票, 何必阻拦呢? 啊? 尽管让他们去做, 此时天空更是阴霾啊, 浓云四末, 笼盖了整个的海面, 海风中似乎有一种危险的信号传过来, 我心里都动了一动, 我心说, 今天晚上千万可别有大风大浪啊, 不过想到明书和船老大软亨, 对海象天后甚是熟悉, 他们既然说没事, 料也无方吧, 据说山湖螺旋海域, 那一年四季都有风暴潮, 除了月圆玉珠之夜, 那天空才会忘晴, 平时呢, 那都是云层厚重, 伴随着次生雷暴的晴空, 团流常常出现, 飞机呢, 是难以飞临上空的, 海底低频电磁波, 干扰船舰的电子设备, 使得真离堕尸, 偏离航向, 许多灾难性的事故, 那都是由此产生的, 可这一现象, 至今都没法解释, 此时, 雪丽扬正在好奇地打量着被捕获的石人榜, 由于众人要忙着继续踩蛋, 还没有工夫理会他, 只是以钢锁揽绳, 把他绑了, 准备腾下手来再收拾他, 许丽扬对我说, 你看, 石人榜的白壳凹土起伏, 好像是一道道的波浪, 又像是古罗马战车的轮条, 得天地造物之旗, 那实在是美轮美奂的, 看来, 磅壳的纹理极实细腻, 这说明它至少也在海底生长了几千年, 人类的文明还不过几千年, 而这石人磅竟也生存了差不多几千年, 这真令仅仅能活几十年的人类, 感到惊叹, 我担心雪里扬腰大发慈悲, 想将这只老棒放归大海, 那么这件众人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得来的青头祸, 那就得而复失了, 岂不是盗嘴的肥肉又飞了吗? 他既然活了这么多年, 他也够本了他呀, 于是, 我给雪里扬做工作说, 海中生物啊, 那有许多呢, 都是寿命极长的, 千年的亡八万年的龟, 我看呢, 千年万年并不稀罕, 石人磅呢, 其实它并不吃人肉, 只不过, 它锯齿状的两壳, 一旦夹到人, 那就会死死的闭合, 从古到今, 常有淡民横遭此难, 所以才给了他, 安了这么个石人棒的, 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 听阮亨所言, 他好像看到了, 这车渠的壳中, 加这个死人, 千百年来, 没有淡民, 敢入山红螺旋彩蛋的, 也不知是南海中的人鱼的, 还是遇难的船员海狼, 不过, 这笔血债啊, 那必定是要用血来还的, 哎, 咱们先找家伙给, 把他撬开看跟在书, 说话间, 这天上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海天之间, 阴暗无边, 虽是白昼, 却如同到了傍晚了, 远处的海面是一片灰暗苍茫, 只有几处浮标, 一闪一闪的泛着光亮, 但是, 我们必须等到再次潮水暴涨的时候才能离开, 对这恶劣的天气是树实无测, 还好, 如明书所言, 这雨下得虽然急啊, 但是对海象的影响不大, 这浪涌依旧平缓, 想来大概是从前一天的海气的宣泄有关, 珊瑚螺旋海域的地理天后难以常理来镀侧, 天上暴雨如注, 可这海面上这硬是风平浪静, 我们都回仓取了雨衣穿在了身上, 冒着雨去对付那只石人棒, 由于雨中光线阴暗, 只好把船顶上的探照灯掉过头, 打在那个棒壳上, 更是硬着那个蛋壳惨白, 显得有点瘆人, 这个巨棒出水, 它尚且没有死, 接着雨水的冲林, 它又蠢蠢欲动, 不过棒壳依旧紧闭, 不露半点风情, 面对着这只几千年的火雾, 我跟胖子还真不知道如何着手了, 海上下起了大雨, 湖八一一行人准备冒雨对付那只生存了几千年的石人棒, 明书认定了这只石人棒中一定藏有价值连城的人鱼, 鬼吹灯第二步, 南海归须正在播出, 明书见要破棒, 也跟着忙前忙后, 他认定这个棒里夹着一条价值连城的人鱼, 我没听说过南海有人鱼, 以为是类似在献王墓中被制成长生竹的黑林绞人, 便问明书, 这两种东西该是不是一回事, 明书说, 绞人跟人鱼啊, 那是两回事, 一恶一善, 习性外貌呢也不相同, 人鱼不能出生, 肉可以食用, 而绞人呢, 性恶能在海绵上发出声色诱人, 肉毒呢也不能食, 为其油高可谓永久性的燃料, 五支之人容易把两者混为一坛, 不过, 黑林绞人虽是罕见, 但终究是有人捕到过, 这人鱼呢, 或者是说鱼人呢, 那就太稀有了, 百年难遇, 其肉那是鲜美无匹啊, 有传说, 吃鱼人的肉能够长生不死, 不过, 也没见谁真正吃过, 有一次, 明书在南洋跑船的时候, 他手下的水手在海中活捉了两尾人鱼, 肚脐以上呢, 皆为人形, 跟正常的人就没有任何的区别, 下身近似林族, 可以用尾去剥水, 立于惊涛骇浪之中, 只是接近一看, 这鱼的全身都有一层严滑的粘液在包裹着, 其心不可尽, 被捉到后, 装到了除满水的大水桶里, 船员们围拢观看, 这对人鱼呢, 他也不吃惊, 他就在木桶中游走盘旋, 当时啊, 明书他并不识货, 正赶上有个搭船的商人, 愿意买去放生, 就狠要了一笔钱才, 任由那个商人呢, 就把人鱼给带走了, 等后来, 得知人鱼在北美和欧洲的黑市的价钱, 那超过等重的白金的两倍, 明书这才知道上了恶当, 他垂胸顿足, 追悔莫及, 隔了十几年回想起来, 还要凶闷发梦, 是骂不绝口, 当年那就是太厚道, 太容易相信别人, 否则也不会被那挨千刀的奸商给坑了, 此刻有机会再得意味人鱼, 怎么能不让他心血来潮呢? 明书边说边准备, 这十人鲍是海底几千年的生灵啊, 几千年, 那什么概念啊, 就算这秦皇汉武没死, 一直活到现在, 都不见得有这老鲍岁数大呀, 宰杀之前, 那自然先要败鱼主, 这是海狼渔民们代代相传的规矩, 胖子呢, 他不时时机地打消明书的积极性, 他说, 船老大软呵, 在棒壳里见到有人, 那可不一定是人鱼啊, 这海里长得像人的东西多了去了, 明书呢, 他跪在铜鸭香炉前祷告, 他也不管香骨都被鱼水给淋灭了, 仍然虔诚地念念有词, 举起准备宰杀十人棒的勾日的弯刀啊, 在海上凭空对着鱼主, 恭恭敬敬地磕头念咒, 只见他走上了两步, 手中倒提了一柄弯刀, 在棒壳上来回的拖动, 发出了一串串不祥的声音, 此刀啊, 只刃不影尺, 刀身向内弯去, 在椅中仍旧是寒光四射, 吞口处是个溜金的龙头, 它的瓣上都是灵纹, 这个刀是我们在珊瑚庙岛的时候, 从青头商人拜武手中收得的一件力气, 在旧时, 淡民首领专以载磅割磅的弧形的利刃, 这个刀那也有数十代的历史了, 磨在这柄龙壶刃下的老磅, 以南技术了, 但用以碎割这千年车渠, 那恐怕还是第一次, 海上这个时候是大雨滂沱呀, 众人穿着雨衣, 矗立在甲板上, 您说呢, 他手持着刮棒的龙胡刃, 将刀身在十人棒的外壳上来来回回地拖动着, 早先的淡民们已在海里彩蛋捉棒为生, 常常把自己比作鱼龙之童鼠, 这大概是由于彩蛋太过危险了, 带个笼子呢, 就能够不为猛恶的水族所伤, 这柄用来取猪图棒在水下搏击蛟龙的短刃呢, 才被称为龙虎, 但是在古代只有皇室才能够以龙子居然, 淡民用龙字那是犯了忌讳的, 所以从不对外宣扬, 也不会将这个龙胡来试于别人, 明书的旧宫呢, 早年是淡人出身, 所以明书非常熟知这彩蛋的种种的名堂, 我和胖子看他就像个神棍的一样, 用刀拨弄着棒车, 口里都是念念有词, 如同在为那只老棒在行前做法事和超度, 我们都觉得有点好笑, 明书又怪我们不懂其中的厉害, 他说, 哎呀, 长言讲了, 漆山漠漆水呀, 满天不满海呀, 山里的古墓年代再久, 未必有某些海中的水族活的年代多了, 这大海上神秘难言的事情是多不可数啊, 一旦在海里出的事, 你逃都没有法子逃啊, 如果不对海洋心存敬畏, 在海上任意妄为, 你便有十多条性命, 那也是不够丢的了, 海上跑船, 打鱼彩蛋之徒, 多于牛毛啊, 可是没有听说其中有半个, 敢对海神鱼竹不敬啊, 哎呀, 我这心里可不以为然, 这几年做摩金校尉的经历, 是我知道, 摩金校尉, 鸡鸣灯火不摩金的行规, 那绝不是什么迷信和鬼神之道, 那只不过是世俗之人, 难亏其中的真意, 歪曲误解而已, 不过此时也不好多说, 只好让明书赶紧动手, 让大伙瞅瞅这个半壳这边是不是藏了一只可恶的, 专门欺骗劳动人的美好情感的绑近, 雪丽阳也不想看这血腥的场面, 他想去船头接应软和师父等人, 临走的时候招呼我也过去, 老虎啊, 咱们到船头去好吗,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我按道不妙, 肯定是胖子刚才说漏了嘴了, 如今雪丽阳要追问我洗手和洗脚有什么区别, 我最怕他提这件事, 我急忙抓住后甲板, 混搭十人棒的一条缆绳, 对他说, 明书和胖子俩人, 怎么能收拾这么一个大家伙呢, 对不对, 我得给他帮忙啊, 你要谈, 咱就在这儿谈, 我现在是死也不离寸地, 雪丽阳, 怅然地望了我一眼, 就独自冒雨去了船头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松了一口气, 看来我那枚磨精服, 那终归是保不住了, 不过只要这次能够捞个够本, 到美国, 那就老老实实地做正经的生意, 也罢了, 毕竟这个世上还有好多人要靠我养活, 没什么都不能没钱呢, 自己个儿的难处, 那也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我脑子里乱了好一只, 等回过神来, 明书那套扼杀咒已经唱怕了, 说来也奇怪了, 他用龙虎短刃拨的那个半壳, 发出了一声声清脆的响声, 好像是很合着古运的节拍, 而那时针棒似乎就受到了催眠, 他的两道犬牙交错的棒尘呢, 就轻轻地轻轻地抖动着, 镜子裂开了一刀缝隙, 我跟胖子看得张大了嘴了, 这半天就合不上, 这个墨金校尾失传多年的开关咒, 他竟有一曲同工之妙啊, 据说对着铜关铁国把开关咒你念诵百遍, 你不用动手就能够升官发财, 怎么着, 用刀就拨这么几下, 就这千年的车渠, 他就缴械投降了, 此时明书面有得色, 这老法子还是头一回用, 没想到竟有奇艳呢, 看来鱼竹保佑, 这只大车渠啊, 算是赏给淡民, 我跟胖子齐散民书, 彩蛋的手段高明, 简直啊, 那就是让我们肃然起敬了, 看来古诗大名留下的首页, 那果真都是有些道理的, 三个人正在兴头上, 在雨幕之中, 只见十人棒那惨白的棒壳缝隙之间, 一道金光射出来了, 晃得我们眼前一画, 胖子眼机手快, 把带有强力麻药的针头顺着那个半块, 狠狠就插进去了, 疼得那个老棒一直哆嗦, 眨眼间便已经周身麻痹, 动弹不得了, 我们急忙找来了分离器, 将车渠的两个盒盒撑开, 只觉得一阵海星的阴臭的气味, 扑鼻而来, 在昏暗的雨天里, 榜址里光彩一亿多人耳目, 在毁暗无边的海面上, 就可以找出摆布, 没等我们瞧清楚, 明叔就手忙脚乱地拽起了我们川的雨, 把棒中的金光给盖住了, 他的脸上竟是又惊又喜的, 复杂的表情, 胖子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着, 怎么着, 这里面是田楼妖精还是人鱼啊, 明叔, 他磨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虽是被雨浇得透了, 但是心火上升, 他竟是口干舌燥, 他干见了两口兔沫, 他说出话来, 雨漆金铃铃没人移了, 不会错了, 看样子死在这十人帮中已有许多的年头了, 哎呀, 不惜富贵, 不逼人富贵一来如天崩了, 哎呀, 这下子真是发达到家了, 比同体积的专心啊, 还, 还, 还要, 还要几点了, 哎呀, 说到后来, 那语音哽咽, 激动得是老泪纵横, 哎呀, 哎呀, 这辈子, 起来, 哎呀, 就算现在立刻就此, 也不忘了, 我赶紧就按住了明书的嘴, 表演乱语, 什么叫死也值啊, 既然得了这海中的一宝, 嗯, 现在要是死了, 那便是万万的不值, 明书恍然大悟, 他连忙用力抽了自己两个耳瓜子, 不度祷告, 明明的沧海, 自己刚才说的那都是屁话, 一个字都不能算, 我和胖子懒得去管这情绪失控的明书, 都把脑袋钻进, 盖住大蹦的羽衣之下, 想开开眼, 好好瞧瞧, 什么是青头之祖, 但这一看啊, 除了吃惊之外, 这脑子里啊, 就没剩下别的念头, 我自认为在古墓中我见识过无数的奇珍逆宝, 而那些全部都夹起来, 似乎也不及眼前的帮中之物啊, 只见在微微颤抖的棒肉中, 有一位孩童般大小的怪鱼, 那鱼, 人手临身, 其实说是人手只是酷色而已, 还和真正的人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有些像是个没长开的怪胎, 人手般的两脐和背脊, 那是轻银如玉, 光润流彩, 那全身都灿若黄金的鱼鳞式, 灰映声光, 炫目离奇啊, 我发现, 这鱼身它已经置化多年了, 之所以尚在发光, 是因为那近似女子人头的鱼手的口中向外张开, 嘴里露出了半颗寒热的明珠, 朱气纵横, 映得金铃玉翅, 热华四溢, 使人不可逼世啊, 我看得是眼睛伐花, 我赶紧揉了手眼睛, 被那羽衣重新给遮住了, 问明珠, 这人鱼的尸首, 它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实在是匪夷所思, 令人想象不出个所以然来, 它究竟价值几何呢? 明珠说, 这个东西那是太珍贵了, 端地是剑海底的天造奇珍, 想那老磅运珠, 盖无智而化为有智, 月者水之精, 珠者月之精, 老磅全杖千万年吸取月之精华, 成就了海底的灵珠, 如果天上没有月光, 海里的磅罗就不会吞珠, 每当月满之际, 老磅玩珠就会引来无数的水族, 肯定在千百年前的某一个满月, 有一位成型的人鱼, 在海底被食人棒中的明珠所吸引, 于是他悄然接近, 以迅雷不羁掩耳的速度就游进了, 车举那敞开的壳中, 一口吞了灵珠, 他就想逃, 海底水族的这种行为, 在淡民的口中, 例来叫做独丹, 这人鱼虽能踏拨竹浪, 可他在海底游得虽快, 却没有食人棒那两颗壁壳的块, 所以就被老棒裹住, 丢了性命, 那人鱼的食还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 不但没有化绪, 却智化如玉呢? 因为, 这稀有真意的南珠, 在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助盐珠, 死者寒止, 那尸身就能够不朽不化, 日久欲为枯辣, 古时富贵之人死后下葬, 尸体在关中都有口寒, 含良玉的为中品, 含口前的次质, 压口前呢, 那就是在死人的嘴里含着一枚铜钱, 口中含助盐珠的, 那是为罪杖之选, 那是古墓中猪般名气之手啊, 人鱼夺丹吞了灵珠, 却葬身磅珠, 行还千年难化, 而车举老磅呢, 又舍不得那枚灵珠, 结果就形成了这种放寒鱼, 鱼咸珠的局面, 此事想当然也, 并不难揣测, 这金铃玉翅的南海人鱼, 那只有海盐里才有, 现在估计早就绝技数百年了, 这鱼鱼保存蛮好, 何况他又口含助盐珠, 这一来, 他的这价钱就能翻着跟头, 翻到天上去了, 我和胖子大喜啊, 哎呀, 这回, 那十艘游艇都该有了, 赶紧用水潭, 把食人棒中的人鱼的尸体细细地裹了, 抬入底仓, 妥善地收好, 回来的时候, 软亨等人也从海底浮上来了,